这一派叫做九星水法 也叫做五星水法 同样好识懒咒 只因为外套不一样 命运却截然不同 一个被捅一个被宠 所以说拿出来混衣服很重要 对不对 我们如果彼此不认识 是不是看穿着 我以前还没正式出来上课的时候 我都穿路本腾 很贵 一件多两百多块 路本腾就是路边摊 我老婆每一次都说 你赚钱又不是一个月赚一两万块 那至少出去给人家 认为说你好像比较高档一点 但是我只要去到百万公司一份都买不下去 但是最后 我递的是在七年前 我开始出来上课了 以前都只是做生意没有出来上课 七年前开始上 我发觉真的衣着就相当重要 因为那时候大陆有一个培训公司要安排我去上课 他说记得台湾的老师在我们内陆都很崇拜 都很厉害 你们的穿着一定要让人家耳目一新 那我就拍一些我的西装照 他说这太传统了 这个一点都不高级 我就狠狠心去做了两件定做的 像我们刘理事长定做的衣服 而且那个纸料是日本的 做一件5900块台币 一件类似中国装 5900我做了两件 然后做一件外套 好像19,900 哇 穿到大陆 所有100个人都说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高档的 自从那次被赞赏以后 只要我去百万公司去星光去深月 我都一定去找说 衬衫要2800以上的哪一个摊位 哪几件 那也因为这样真的穿好了以后 赚钱更容易 所以我学了专业哲学以后 我发觉 你看到一个人穿着拉拉踏踏的 他的赚钱的能力 就是到那个阶段而已 所以为什么 欠越多钱的人开的车越好 因为他容易借到钱 人家看到你开好车对不对 如果有不方便来拿个三五十万来坐转一下 他马上拿得出来 你如果开一台破车 你跟他借三万他就考虑一下 那我以前有讲过要记得 这个很好用一个一句话 就是说 当有人跟你想借钱 而且这个朋友已经三五十年了 不可能不借给他钱 他如果生说要跟你借五十万 他跟你很好的朋友 你借不借他 一定要借他 那你要借他多少钱你知道吗 两万两千两百二十二块 就把红包带说 我的目前这个方便 为什么 因为你拿走了以后就是离我 离越越越好了 那讲到数字 如果你在聚餐 刚好你有急事要走了 你就这样 你就不用开口 我举的是我有急事 我有急事 我要走了 我有急事 我举的是 我有急事 那再来讲一个数字的笑话 一到一百 哪一个字最勤劳 哪一个字最懒惰 一不做 二不休 二最懒惰 二最懒惰 一最懒惰 哪一个字 比大便还大 哪一个数字 那看起来比大便还大 一 一比大便还大 怎么看的 不是 是事实 事实是你熊便 比熊的大便还大 事实是你熊便 天盘与地盘 这一个 二十四三 本来这一篇 我本来另外一篇 我们现在要讲到这篇 是我目前 觉得那么多派系 最好用的一派 这个本来是十五分钟要讲完了 那我现在 发觉说 以前我在上这个课都是十五分钟讲完 发觉 这些学生 都认为说 这个有什么鸟用 我决定这一堂课 我要上四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李老师正在教这个课 你要搞多久 你这个课要教多久 四个星期 四个星期 四二的八个小时 那我也应该要拖八十个小时 还有出去测量 所以我们今天还有大概一个小时 讲完我们下个星期 还要有大概三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让你们觉得 怎么用 然后真的能够珍惜它 为什么 这个是我们彰化一个张老师 张庆和张老师 他四十年的经验 他写的总共有六本书 对不对 卖两万块 教过的学生 听说超过上好几千人 快要一万个人 都是学这一派 他不管安神卫 调书房 或者是卧房 反正什么通通用这个 用这一派 这一派里面 我发觉最好用的就是 他以人利太起 像说我们盖一个新房子 例如说我买一个厂房 对不对 我这个厂房里面 我要盖 其中要某一个地方 要盖一间办公室 我盖在哪里 然后办公室的门开在哪里 哇 太好用了 我的饮水机要放哪里 工厂要放哪里 通通用这一派就可以搞定 否则以前要规划一个房间 办公室真的用各种派系 好像都拿捏不准 但是这一派就很精确 可以让你去做一个房间 整个空间的一个布局 空间的一个布局 但是外面在教这个 他都是以所谓的静阴静阳 他并没有区分亲所欲观 因为静阴静阳 有可能要摆水的地方 饮水机我们要摆在哪几个方位 饮水机 因为我们有学过一句话 叫做三管人丁水管柴 我们不管有没有在开公司 我们在上班也好 我们是要得柴 得柴的话听说用蒸水 就是饮水机的水 或者是风水球 或者是水族箱的水 通通叫做水 来吹柴是最快 所以代表水 如果以这一派来讲 它是不分 它可以放在一二三四 只要是静阴静阳 放在一二三四都可以 但是我们有了 静阴静阳的概念 反而静阴静阳 是在可以放 静阴静阳可以放水 在静阴静阳 我们就要把它剔除 我们就要把水放在 静阴静阳 且符合 六七八九的方位 所以这个叫做 没有学金手预官的人 他会把这一派的水 用错地方 那一样 现在有的人不想摆水 那我们可以用这一派来纳气 因为这是台北一个管老师 教我的 他说他学了这一派以后 竟然把电扇摆在静阴静阳的位置 电扇是不是风 那电风是不是属水 因为它不是真水 所以就可以摆在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 八个方位都可以 所以代表 如果他这个人 想要吹彩 现在像我家里面 冷气 客厅这么大 可能冷气不够凉 是不是会有一个补助的电扇 你电扇 跟你宅主人坐的沙发 看电视 这个电扇 放的位置 如果又能沉静阴静阳 不得了 等于是午时 你在休闲的时候 是在吹彩 所以你说好不好用 所以我决定 以前四五分钟讲完的 我现在要把它搞到四个小时 让你们好好的去 体会说 哇原来这一派好用在哪里 所以在线的各位 真的要好好的 用心的把这一派学起来 因为这一派里面 分为二十四三 分为天地人 然后本派的方法只用到天地盘 地盘 用以立向 听好 用以立向 天盘 我们这一派是用天盘 我二十五年前 学阳仔的时候 学阴阳仔的时候 老师带我们去到一个坟墓的地方 我学了二十几年 都只会用地盘 这个是什么防卫 天盘怎么用 人盘怎么用 都不会 到了我出来要教书了 怕漏气 才去学人盘 天盘怎么用 因为人就是这样 被逼到教学乡长 你知道吗 今天有任何的问题 我现在不会 不会不是丢脸 不会我回去 是不是要赶快问人 或者是怎么样 炒资料 下一个堂课 我给一个满意的达呼 这个是不是教学乡长 所以一样 任何人 每一次的教学都在进步 好 那天盘为立向 就是纳气 天盘就是纳气 纳气跟纳水是一样 好